大家好,我是莊老師 又來到這一週的小小零七段班講座 這一盤是我野狐最近的一盤棋 對手是大陸的葉六高手 那我們就進入棋局吧 這盤棋我是直白棋 對手是在野狐最近的一盤對局 他的ID叫火火席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聽過 據說是黑龍江的嗎? 黑龍江一位很強的葉六 實際是不容小虛的 大家如果想要看完整盤的話 可以去我的野狐ID去找一下 我叫0805樂福 這盤其實我是不會講完的 因為講完的話會花很多的手術 我大概會講幾個比較重點的部分 一開始的話 開局是直接來點三三 那我是選擇擋在這個地方 因為如果擋在另外一邊的話 感覺就要偉大模樣 那我個人是不喜歡偉大模樣的 我喜歡走的是 撈石地之後呢 怎麼講打散對方吧 打散對方 那這個其實擋完啦 就是一定要往這邊去走 那切記啊 這種小木 就是通常都要先掛一下 先把它掛到 掛完你再去走其他地方 不要單走 單走的話被人家直接地角 一手圍起來 其實是不太好的 這樣子黑的貼木就會比較容易 所以你要習慣 遇到小木就是先掛一下 掛完之後呢 就不要拆二了 拆二的話 就會反被對方走到這個地方 這算是一個大場又尖擊一場吧 就這樣子走的話 你這三顆就廢掉了 所以一定要搶到這個 這一手還蠻重要的 所以走到這邊呢 算是我比較一個滿意的開局吧 那對手是直接來發起進攻了 走在這個夾 那這個夾的話 一般來講是 現在這個局面啊 不太好被封住 被封住的話 感覺被一手吃乾淨有點大 而且封住之後 他這邊變厚了 變厚之後 他這邊這個打路 就越來越明顯了 所以我們這個棋 一定要去出頭 那怎麼出頭呢 那以前的下法大概都是這種 但是這個碰的話 有點虧 碰完幫對手加強 然後屁股也被踹倒 很痛 這樣子走的話很痛 但是 這個下法有一個好處啊 就是強調這裡有個斷 強調這裡有個斷 但是這樣子黑騎 虎過來之後呢 你會發現啊 其實黑騎也還蠻強的 那白騎這一塊還是相對的薄弱一些 而且 碰完之後被人家利用的蠻多下了 那這兩邊都沒有火 所以我們 要選擇別種下法 那還有一種下法呢 就是出頭的話 就是用尖的 這種是比較不可以利用的 那尖完之後呢 黑隊有很多下法了 但現在的話 感覺雙方的根據地是個要點啦 因為 如果被白騎走到這個飛啊 那黑騎這塊沒火 那黑騎走到這個飛的話 白騎這塊就沒有火了 那只能靠出頭去處理 所以實戰對手下不錯 飛在這裡 算是蠻積極的一手了 那普通來講的話都是單跳 單跳的話有個刺 不太好 所以這個時候我是 使用強烈的一手 飛在這裡 那這種飛啊 其實不用太怕去衝斷了 因為實戰就是衝斷 那衝斷的話 這個騎啊 很多比較低段的騎友 可能會選擇直接打出來 但這種打出來其實沒有很厲害 你打會幫對手變強 各位有看到嗎 那對手變強之外 你這顆騎就弱掉了 有沒有看到 這個騎就跑不再出去了 那這邊還是有個斷點 有沒有看到 所以這個騎啊 其實最好的下法 遇到這種衝斷呢 就是不要理 深冬即西 有沒有看到 先往這邊去走 先往這邊去走 那黑騎是不太難亂動的 可能只能退這個 退這個的話 那我們再往這邊藏出來 有沒有看到 這個作戰 照理來講 是不用太害怕的 不用太害怕的 但對手呢 感覺有點怪 因為這開局 我感覺我就不錯了 對手是使用斑的 那時候斑來連斑 這時候 對方打吃 千萬不要黏起來 黏起來很笨重 這樣子的話 外面會被打好幾下 這樣子很醜 有沒有看到 還會幫對手違控 所以這個騎啊 這個 你看 深冬即西 這時候就見效了 有沒有看到 這時候會有一手反打 反打完之後再一叫吃 哇 這個就 奏效了 有沒有看到 對手如果黏的話 這個我們就吃住了 你看 所以高手要保留變化 所以這個騎啊 走到這邊啊 我感覺對手是有點難辦的 那對手是只能硬著頭皮先吃這個 但吃完我們也不著急啊 這個黏是先手 各位有沒有看到 所以 所以我們不用去吃這個 吃這個的話讓對手黏 那這以後有個度過 所以我們 一樣保留變化 這騎我們單連班在這裡 這樣子對手就很難走 對手如果去虎的話 我們再拔 有沒有看到 這個騎 那對手現在不可能去走這個吧 走這個的話感覺就很醜 那我就不會去拔這個 我會去打在這邊 逼他變成一坨鳥不垃圾的東西 有沒有看到 所以這個騎 走到這邊的時候 對手只能硬著頭皮黏 那我們再回來黏 哇這個下法 我感覺我還蠻厲害的這一串 這串操作 那這時候已經有兩個劍盒了 A B劍盒 那顯然現在只能黑騎 只能就這邊了 只能就這個 先把這個藏出來 然後被我藏到這裡 走到這邊我感覺 所以這盤騎是一定贏的 因為這個騎剛開局就走成這樣 這原本是我被攻的局面 現在變成了這邊我的外視 所以這個應該已經很明顯了 是白騎大好的局面 那黑騎是不得已 不能被白騎空心拔 只能拉出來作戰 但是換來的就是這邊先被靠一下 痛爆 還被衝一下 但是這邊我犯了一個失誤 就是說這個時候呢 我是把騎擋在這個地方 那黑騎做活是使用擋的 這樣子是兩個打吃劍盒 一定活的 那這邊我下得不太好 我應該要去爬這個 應該要去爬這個 爬這個的話 他整個去虎 那我們再拐一下 就逼他局限在裡面做活 為什麼我會這樣講呢 其實拐一個也不是不好 但是跟這邊有些關係 這樣子被一擋的話 白騎的騎型有點不太好 那以後這邊被飛下來 其實這塊還沒有完全活 所以擋完之後呢 被迫我只能去走這個 只能去走這個 原本如果用爬的話 走成這樣 爬到兩下就已經活了 那我可以把騎走在這裡 把騎走在這個地方 那逼他只能往這邊去跑 那我再邊攻邊尾 這樣子走完 白騎很主動 但是這個騎我 隨手把這拐掉 逼他擋完之後呢 這邊眼型有點不好 害我只能去走這個 那被他飛起來 其實這樣子走的話 感覺白騎已經攻不到黑騎了 各位有看到嗎 這塊也非常薄弱 所以我只能碰一下 處理 然後藏 藏 壓了好幾下之後呢 最後再一個飛 走到這邊其實白騎也還算可以啦 但是攻擊已經顯然是落空了 那 我原本想說這個騎啊 對手應該是 會用碰 蓋個小城堡 或者是去去跳 沒想到他 很積極啊 他直接來打路 很兇殘的 很兇殘的一手 那 這個騎我就想說 他兩塊必死一塊 那我就蓋 他就搬一下 越想越奇怪 怎麼會這樣子下呢 沒想到他這時候 其實他都有在算 他來了一個殺手劍 不知道有沒有看到 這種騎型啊 飛的騎型就是有個跨 這種跨是個要點 看到 那 他一開始直接跨是不行的 但是他因為他在這邊下了兩手騎 進行了一些子力的支援 那這時候他的跨就成立了 這時候貼的時候 我等了挖 那這個比氣的話 黑騎 快雷器 哇 這時候我只能打這個 那被他反打 那各位就自行的去計算 因為這個騎就是黑的快器 所以 當他跨的時候我還蠻痛苦的 我就參考了一下 那最後的使出最強手 就是這個 頂住 頂在這裡 然後他衝的時候再斷 這個白騎的騎型相對好的一點 那就不會被絞殺掉 然後拐打的時候 叫吃 然後再衝個 逼他去打死我這邊 然後呢 拐回去 這樣子白騎的騎型其實也還OK 那走到這邊呢 其實白騎算是hold住了 只要你乖乖的去打一個 再做眼 其實這個騎已經火了 火的話黑的兩塊就沒有火 但是這個時候我犯了一個超級白癡的失誤 我太想要保留的變化 但也不知道會保留什麼 這時候我單虎 就是腦袋撞到 然後結果結果被衝 哇 這個 直接炸裂 各位有看到嗎 直接變成打劫了啦 這個眼是個要點啦 被衝完之後呢 已經爆炸了 因為我現在只能虎這個 那被他黏起來之後呢 再拐 再叫吃 這個已經變成打劫了 所以走到這邊呢 其實我已經爆了 我是選擇先斷一下 直接打劫不行嗎 那我只能先跟這邊比氣 再打 然後拔掉 那只能挖一個 只能這樣子比氣 但是這個比氣呢 照理來講是個打劫啦 他可以直接鋪進來 他可以直接鋪進來 那時候我想說這個旗啊 呃 他可能會去找 有一個比較厲害的結材 就是 這裡有一個本身結是用鋪的 那白旗如果拔的話 黑旗再拔 拔的話再拔 這個算是一個比較厲害的本身結 但他沒有這樣走 他實在走了一個 更厲害的旗啦 就是他把旗走在 這個靠 哇 這靠就厲害了 這靠的話 我 如果消解 我實在就是消解 如果去走這個 他就再拔嘛 那我就沒有結材 我就爆了 對不對 那這個旗我就想說 那我就拔拔看吧 然後他就把旗打在這邊 喔 這時候賀蘭發現了 其實 我已經死 我已經死 這個旗已經跑不出去了 跑的時候他可以硬頂在這裡 衝的時候 就擋住 這邊拔掉再叫吃 我是一定只有兩氣的 所以這個旗我意外的爆掉了 所以走到這邊呢 其實已經輸了 但不要氣冷 這個旗還有機會好不好 走到這邊 煎一下再翻 先處理這塊了 但他走了一個很不好的旗 就是 這種 通常 一手旗吃不掉的旗 不要去走 不要去走 那這個旗他先把它拔在這邊 這個已經是一個很爛的旗了 因為 黑旗一手吃不掉白旗 那 這種旗白旗不要去黏 白旗不要去黏 因為黑旗一手吃不掉 所以 我們要盡量 把旗用在有用的地方 先搬這個 這個蠻大的 結果他下一手旗 又來吃這個 這手就更爛了 為什麼呢 因為你一樣吃不掉 這個就是還手 你花了兩手 吃了幾乎是沒有價值的木樹 而且 以後我這個旗還可以板過來 這以後可以狗拔試回去的 所以 照理來講 你花好幾手都吃不掉的 所以這時候我看出他的心理了 他很想吃這塊 所以我就碰一個 製造劫財 有沒有看到 他看他的心理 看他很想吃這個痘痘 那 我就想說 你敢不敢這樣子擋 擋住的話 那我就 先手便宜 有沒有看到 所以這個旗 他就怕了 他就把他黏起來 越下越龜縮 但殊不知這個旗 原本我全爆了 原本我全爆 但是因為他下了好幾手還手 這個局勢 慢慢追上了 那我再貼一個 那對手是走在這個 斑 這個斑其實 有點怪了 他可能沒有意料到一點就是 他這個斑是把自己斑死了 就是因為他想要走這個點啊 但其實點的時候我就忍一下就好了 然後這時候他來 夾攻 那其實他這首旗 已經緊到自己的氣了 各位不知道有沒有發現 這個旗 有沒有看到 我這個旗 可以一打 對手一頂 一頂 一吃 哇 這個旗 白旗 有三氣 那黑 我剛剛說嘛 因為這個旗 黑的也只有三氣嘛 那 黑旗只能去教室這個 去警白節氣 但是走到這邊呢 已經出血了 就會變成打劫 對不對 那其實實戰我是沒有出氣的 那為什麼不出呢 因為這時候如果打劫的話 黑旗 白旗完全沒有劫財 白旗完全沒有劫財 而且 黑旗如果怕打劫打輸的話 可以走在哪裡去消解 走在這裡 因為這全部都是連在一起的 所以這個旗 還不到 初旗的時候 必須怎麼樣 製造劫財和裝飾 裝飾很重要 裝飾很重要 就是 不要把旗 如果是對局的話 你不要把眼光 那個注視在這個地方 這樣子對手會懷疑 好不好 所以我們要假裝看其他地方 如果是面對面下 但因為是往旗嘛 那這時候我剛說了 黑旗可以消解在這裡 所以這個時候呢 我是把旗走在了 我是先講 對 我先點一下 然後這時候使用場合下巴跳 因為我感覺跳出來 沒有什麼發展空間 然後他飛 脫退 搶了一個先手之後呢 拔掉 偷偷拔一下 那這時候他就醒來了 啊 這手旗 拔掉 臭旗 那因為我一手也活不了 那我就不往這邊下了 我就先來走這個 殊不知 這是我一個偷吃招的第一步 那第二步就是呢 怎麼樣 現在還沒有劫財 那我們要做什麼事情 製造劫財 那哪裡可以製造劫財 很棒 他這個旗對號入座有沒有看到 那我衝斷 這旗我損多少都沒有關係 因為 我只要把旗造的夠大 然後再一手旗把它開爆 這旗我就贏了 所以走到這邊呢 他藏了幾手之後 一扳 然後我一藏 其實這個旗 照理來講我已經掛了 因為這個旗啊 走到這邊 他一定看不懂我在走什麼 這時候其實有個點 實在我就這樣走 但我沒有尖 因為尖的話 他有一首絕妙的一首就是 哇 我教師他就反打 這樣子我就爆了 所以這個旗 啊 他萬萬沒有想到 我演了這麼久 就跟八點檔一樣 有沒有看到 演了這麼久 最後 給他一發這一個 教師 那我順代提一下 黑棋師頂不了這裡 頂這邊的話 在教師 這邊的氣景 他不能教師在這邊 所以他只能糊一個 這樣子我就藏到三氣 我就把它翻死 這就是為什麼 我前面還要去拔這個的原因 就是 你看當你遇到這邊有旗的時候 千萬不要著急啊 慢慢等待機會 好不好 圍旗看的是什麼 誰的失誤少 那他其實這個旗不要去震 他一開始把這個旗 再吃乾淨一手 他就已經好了 但是他萬萬沒有想到啦 我神秘了這麼久的一個計畫 打 直接不演了 我告訴你 我直接不演 抓到這邊呢 他只能硬著頭皮去跟我打劫 這時候就一個 全盤唯一的劫才 這個最大的 先一個 拔掉 你看 這個白旗其實不虧 因為原本就是黑的地 大概損個五六目而已 這時候再虎一個 走到這邊呢 其實已經結束了 因為這個旗呢 顯然我連下了兩手 這個黑旗是已經死了 那這樣子 直接爆了三十多目啊 這邊我損了大概五目而已 這個旗已經逆轉了 那一般來講 可能我想說這死那麼大 大家不要忘記 這手旗一手是吃不乾淨的 那其實現在最大的地方也是這一手 但我已經想好了 他如果拔的話 那我就外面隨便走兩手 這樣子走完的話 白旗還是大勝的 各位可以靠點空就可以知道了 這白旗 盤面可能跟黑旗已經差不多了 那還有點潛力 那走到這邊呢 後面的部分我就 不多說了 因為 可能他也是在亂角了 那這個旗已經很明朗了 就是已經逆轉了 那這邊這盤旗就告訴各位啊 遇到 只要遇到有初旗的情況下 千萬不要著急 等待機會很重要好不好 那這盤旗就到這邊了 那最後記得訂閱按讚 並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